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面落实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基本方略 书写住一份摆脱绝对贫困 走进全面小康 迈向共同富裕的亮丽达卷 吉林省重大生态工程加速推进 生态安全屏障更趋牢固 长春市着力推动项目建设 达通独点难点 全力以赴 稳增长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 吉林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因因嘱托 全面落实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基本方略 在广袤的黑土地上 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 贫困发生率从2013年的13.4%下降为0 全省八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七个省定贫困县全部摘帽 148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现行标准下7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书写出一份摆脱绝对贫困 走进全面小康 迈向共同富裕的亮丽打卷 这段时间 在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 脱贫户严贵福的制服项目进入了收获季 三栋大棚油豆开始采摘 记者采访的当天 客商根据市场行情 给出了一斤两元的高价 老颜轻轻松松把4000元揣进了腰包 盐贵福两口子身体都不好 看病不光掏光了家底 还欠了不少外债 如今种豆角 体力跟得上 收入还不少 这个曾经的省级贫困村 靠着精准扶贫 日子越过越红火 102年贯穿我们北沟村 都有大树的 拉树它必须进入我村 发展大树的时候 对102线两侧化为盆文规划区 北沟村 地处集黑两省和榆树 浮渝 双城三市区交汇处交通便利 当地抓住这个区位优势 在精准试策上出十招 包保部门 驻村干部 村两尾班子 从102国道车流量 周边城市蔬菜需求等等细处着手 仔细谋划 最终决定发展棚模种蔬菜 乡亲们缺资金 干部们就帮他们设电线 采钢瓦 大棚布 缺技术 请来农技专家手把手交 一个半月 全村就建起56栋蔬菜大棚 今年下来 这里棚模发展超千栋 年产棚模蔬菜6万吨 人均净收入3.6万元 通过市场需求 应粉西红柿 就是耐运输 耐储藏 运输到南方之后 它不容易发生破皮 阳光玫瑰 蓝宝石 葡萄 都引进到我们村牛大棚里 市场的需求量非常好 脱贫攻坚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家底建后的北沟村 如今正在打造蔬菜种植 加工 仓储 物流 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 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的蔬菜交易中心已经拔抵而起 北沟村被定义为榆树市的菜田发展地地 打造周边的一个10万公顷的一个棚模蔬菜产业链 我们有信心达到15万吨左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也是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际 积极推动棚模蔬菜 肉牛养殖 蛋鸡养殖等十大特色优势产业 助力脱贫人口增收 走出了一条稳固长效的产业帮扶之路 下一步持续做好肉牛养殖等产业帮扶文章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道路上迫步前行 脱贫攻坚7 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之下 我省坚持把抓产业作为精准扶贫的根本措施 谋划实施 到村 到户 种植 养殖 新业态 9大类项目4900多个 实现所有脱贫人口 低加覆盖 精准收益 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 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工 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 吉林出台五级书记抓扶贫责任制 13万多截队帮扶和住村干部奋战在一线 全省以打造玉米水稻 杂粮杂豆 生猪 肉牛肉羊 人参中药材 梅花鹿等十大产业集群为主要抓手 推动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和食品产业达到万一级规模 让乡亲们就近就业创业 就地致富 一条条致富路越走越宽 贫困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贫困县退出国家抽查群众满意度在96%以上 基本的还原了 比业先确实好多多了 靠国家的扶持党的政策 多养一些繁殖母牛 以后会更好的 养驴项目 姜台厂合作社 家庭农场合作社 带动脱贫后 乡亲们发展生产更有底气 就近就业的更有机会了 征收致富更有奔头 修水泥路建围墙 村有花 下有草 秋有果 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幸福 相信党的二十大后 新的发展奇迹会越来越多 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 今年 吉林先后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强化脱贫群众稳定增收 出台59条措施 新上产业帮扶项目561个 用脱贫攻坚的亲钥匙 开启乡村振兴的致富门 吉林正在防反贫监测帮扶 抓产业促就业 滚动实施 千村示范创建项目等方面持续用力 奋力谱写 乡村振兴吉林新篇章 吉林省坚持系统观念 统筹开展 山水 林田 胡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重大生态工程加速推进 结构稳定 功能完善 系统良好的生态安全屏障 更趋牢固 最新数据显示 吉林省新建和改善提升绿水长廊 达到820公里 一条条绿水畅流 红浪无余的安兰水廊 避水清幽 暗绿景美的生态画廊 诗意齐息 共享健康的文化游廊 正在吉林大地上会就山水融合秀美的生态花卷 今年 四平市开工绿水长廊项目17个 以建设长度达到50公里 当地西湖湿地公园在河道与林茵廊道之间 形成一条春看花 夏冠绿 秋赏夜 冬望雪的市民观景廊道 吉林万里绿水长廊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明确提出要把万里绿水长廊作为建设生态强省的重大项目 建设绿水长廊1.35万公里 预计投资1,115亿元 吉林省还启动实施第三个十年绿美吉林 林草师生态联通 大水网 万里绿水长廊等重大工程 完成造林绿化221万亩 联通湖泡203个 完成森林生态修复2000万亩以上 在全省建成布局均衡 平常牢固 网络完备 结构合理 功能完善 稳定高效的林草生态系统 今年 辽河流域源头区国土绿化阵物6.45万亩 年寒阳水源可达到480万立方米 眼下当地林业部门正在全力以赴保证苗目成活率 确保森林质量显著提升 森林总量实现扩充 体质增效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初步打造形成山川秀美 城乡盈绿 天蓝水星的优美生态景观 林草市生态联通和林草各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共完成造林绿化221.4万亩 占年度计划任务的110.7% 为生态强省和美丽吉林建设打好了爱绿 护绿 增绿的基础 眼下吉林正在更加主动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深入落实碳达峰实施方案 更实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更高标准助劳生态安全屏障 进一步打造决策科学 执行有力 激励有效 多元参与 良性互动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今年以来 长春市面对本轮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 先方百计推项目 全力以赴 稳投资 着力打通项目建设独点难点 跟随记者一起到金赛国际医药产业园 长春智能光谷产业园等项目现场 去打卡长春项目建设的火热场景 今天我们要打卡的第一个项目是金赛国际医药产业园项目 这个项目是金赛药业在十四五期间为了大力开拓国际市场而重点建设的项目 它对于保持企业在生长激素领域的国内龙头地位 以及国际技术领先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的建设进度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已经完成了建筑主体封顶的一系项目现场 那在这儿呢我们能看到现场正在进行的是建筑主体的墙面 地面 以及积电大型管道工程的施工 那预计到今年年末呢 这里将完成整个的内部装修以及部分的设备安装 建成之后 生长技术的产能可以在现在的基础上增加一倍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应对市场这个基彩 可以实现以量换价 保证我们的销售不受影响 第二呢 就是说 进一步突然我们国际第一支 就是长效生长技术的这个市场占有力的空间 对于我们今后增强这个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对于扩大产品销售 意义非常重大 现在我们来到了今天打卡的第二个目的地 长春智能光谷产业园项目的建设现场 这个项目借助吉林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 以及长春光机所的科研资源优势 主要针对光学 化学材料 航空航天产业等做前沿研研究 未来将形成南有武汉 北有长春的光谷格局 那现在呢 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 也能看到园区内的建筑物楼体已经拔地而起了 它们主要分为两个大的区域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东区 这里是光电子产业和航空航天产业的聚集区 西侧呢 是新材料产业的聚集区 那它们主要要建设些什么 又可以实现哪些功能呢 我们请项目的负责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从产业功能上咱们建设的这些建筑物单体 分别有商务中心 有高端人才公寓 然后还有中式的标准厂房 以及孵化中心 认证中心 还有检测的实验中心 整体上园区设计的初衷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园区内 形成一个一站式的服务 从产业的中视 创新 一直到产业的落地 到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以及金融信贷支持 以及知识产权的认证支持 新区成立了这个服务保保区信群 然后由所有的新区干部 对各个项目进行保保服务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抢抓国家政策有利契机 利用政府专用战券资金 推动项目建设 同时在一边建设的时候 我们还一边招商 与科研院所和企业进行对接和嫌解 针对企业和科研所提出的定制化的服务需求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来进行建设 目前园区内的大部分建筑 已经完成了主体封顶 预计在2023年末全部建成投产 投产之后 总产值预计将达到40亿元 届时将形成一个以光电子为主导产业 上中下游集聚的完整产业链示范园区 吉林省突出念山海经唱临草戏打豆米牌 金秋时节除了粮食作物 果蔬中草药等特色作物 同样喜获丰收 既丰富了居民的菜篮子 也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在通化信三科榆树镇欢喜岭村 赵毅五位子专业种植合作社的五位子基地里 一排排腾半架上挂满了雷雷硕果 红通通沉甸甸的五位子 错落有致地悬挂在枝条上 自合作社成立以来 家住欢喜岭村二队的赵妮便一直在这里务工 既能挣钱又离家近 她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目前欢喜岭村五位子种植面积 已从初始的五十多亩增加到一百六十多亩 解决了不少当地村民的就业问题 充足的人手也让合作社的农民增加了收入 走进梨树县石家铺镇 铁岭窝村采摘园内 空气中弥漫着甘甜的清香 硕大饱满的苹果梨挂满枝头 让人垂涎欲滴 果农里春林已经和苹果梨打了几十年交道 园内二十多岁的苹果梨树 都是她的老伙计了 看着苹果梨慢慢变大成熟 她的欣喜之情异于言表 总产大约能有二十多万斤 总共价格能卖到五十万 今年吉林省不断挖掘人参 鹿叶 食用菌 杂粮杂豆等特色优势资源潜力 打造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抓好汪清黑木耳 辅松人参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体质扩面 提高专业化 标准化 智能化和精深加工水平 把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 把绿色特产做成金山银山 节日期间 长春东北亚粮油市场增加物资储备 蔬菜 粮油等商品供应充足 满足市民节日需求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长春东北亚粮油市场 同时这里也是吉林省最大的蔬菜粮油批发集散地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两点三十分 虽然外面天色依旧很暗 但是这里却早已经响起了商户的叫卖声 张书彦是市场里的老商户 国境假期 这几天她也是格外忙 她家主要销售的就是大白菜和绿甘蓝 从每天下午三点开工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 每天都能卖出三四万斤的蔬菜 大白菜是哈拉海的 绿甘蓝是黎叔的 都本地菜 毛菜卖六毛五 和精菜卖九毛一块 菜价还行 不算贵现在 基本都正常 作为省内最大的蔬菜粮油批发集散地 长春东北亚粮油市场 日常每天进货量为一千三百吨左右 可满足市民日常采买需要 为确保十一期间蔬菜供应 从九月十五号开始 市场日进货量已增加三百吨 同时储备了两千六百多吨蔬菜 目前我们市场每日的进货量 是一千六百吨到一千七百吨 在十一期间 如果说长春市包括咱们周边的外五线 对这个蔬菜的需求量有所增加 那我们市场也会再组织商户 也是再加大咱们这个采购量 确保十一期间这个蔬菜供应稳定 十一黄金周接近尾声 各地迎来返程高峰 提醒即将返程的市民和游客 做好充足准备 注意交通安全 自驾返程的市民或游客 出行前一定做好车辆检测工作 仔细检查转向 制动 灯光 喇叭 雨刮器 轮胎等关键部位 消除安全隐患 出行前要及时关注天气路况 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 尽量减少夜间驾驶 切莫疲劳驾驶 驾车带儿童出行时 要尽可能选用适合年龄体重的 儿童安全座椅 避免怀抱儿童 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 假日尾声返程人流车流密集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游客 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各项要求 系好车票 机票 船票的日期时间 安排好到车站 机场 码头的路线和交通工具 返程中带好食物饮品的同时 尽量准备一些常用药品 确保平安出行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10月5号央视新闻联播 在希望的田野上专栏 播出了全国秋凉收获过四成的新闻 其中宽处在吉林林树 330多万亩玉米正加紧收获 今年当地保护性耕作推广面积 超过了玉米耕种面积的85%以上 通过接杆覆盖 测土配方施肥等多种手段 保证了粮食稳产增产 10月5号 新闻联播报道了 全国各地以多种方式欢度国庆的消息 其中关注了在吉林郊河 游客穿行于红叶谷 欣赏五彩斑斓的秋色 郊游野趣成为假日的新亮点 10月4号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新闻称 国庆假期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 人们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祝福伟大祖国 吸引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其中关注了吉林省大安市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 湿地保护提升工程启动后 公园内已有野生动物274种 10月3号 新华社刊发了 《中车常客》研制出国产新一代 混合动力乘机列车的新闻 据了解 国产新一代混合动力乘机列车 具有快起 快停载客量大等特点 能够灵活编组和满足中低运量 公交化运营需求 10月4号 新华社刊发 国庆假期探访吉林省科技馆的新闻 文章称作为一家免费开放 即实体馆 数字馆等科普服务设施 于一体的现代科技馆 吉林省科技馆已成为家长和孩子 参与科普活动 感受科技魅力的热门打卡地 仅今年十余假期前三天 就接待公众1.77万人次 3号 长白山地区飘起小雪 山峰被一层薄薄的白雪覆盖 像巨大清软的毛毯闪着荧光 经过出雪洗礼后的长白山 宛若一幅水墨画 颜色素雅 气势雄伟 美不胜收 10月份的话在南方是很热的 但是长白山就有雪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点 静音剔透的我觉得好漂亮 当坐车上来的时候就真的很震撼 大自然的那种鬼斧神工 我觉得不需此行 近日 中铁沈阳局通话站 在三队慢火车上开设列车工艺大集 沿线乡村旅客可以携带农产品上车售卖 为方便山区居民 车站专门增设了三农售票窗口 和慢火车后车专区 近站专用通道 组织沿线乡村旅客提前验票 提前近站乘车 并安排志愿者 在每趟列车出发和到达时 协助旅客进出车展 昨天2022赛季中涛联赛第21轮展开角逐 长春亚太主场对阵广州队 第42分钟 奥克雷单刀射门被吴绍聪封堵后 击中门注 下半场双方均无戒术 最终长春亚太0比0占平广州队 目前长春亚太以6胜8平5负 暂居联赛排名第10 10月9号 长春亚太将迎战上海海港 从巍巍长白山到浩渺茶干湖 从壮丽龙湾群到秀美望天鹅 秋日俯瞰吉林大地 以绿色为基底 七彩为点缀 尽显生态之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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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